謝謝主席 有請市長 來 市長請 來 市長請 來 市長請 委員好 市長你好 今天那個公益採券發行條例第四條的條文 那個是配合著運動採券發行條例的修法動 我想這個爭議可以說是沒有爭議 所以這個部分你們提出來的書面意見 我一點意見沒有 好 謝謝 那我現在想要請教市長 是這個公益採券的回饋金 到目前為止你們是不是還是用 公益採券回饋金的一個辦法來去處理相關的法制 公益採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 對 我們是我們是以這個為依據 對 那之前你們每年大概 從這個回饋金裡面補助了很多研究計畫 裡面也有研究計畫具體的指責啊 就這個回饋金的部分 你們事實上以行政規則的方式來做非常的不妥 那你們收到這樣的研究計畫 部裡面對於所提出來的政策建議的回應是什麼 打算要這樣繼續做下去嗎 委員我這部分是不是請 可以可以可以 請那個熟悉業務的同仁 跟委員報告就是我們用回饋金有補助一些學者專家提的一些有關回饋 沒有啦 我現在的問題是請你針對我的問題回答 你要補助這些計畫我都沒意見 找學者專家來做政策建議是好事啊 我現在具體的問題是你們補助的研究計畫裡面 其中就有具體的指責 你們用這個回饋金的運用跟分配 用行政規則是不妥的 那針對這樣的政策建議 你們部裡面目前的態度是什麼 我並不是說 所有學者所提的政策建議你們通通都要採納 那針對這個部分的政策建議 你們部裡面的意見是說這個學者 他所提出來的政策建議 根本就從規範上從現實上都不合時宜 那部裡面決定不予採納 還是你們認為這樣子的建議是有道理的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回饋金是依照我們 零選發行機構的一個公告 所要求發行機構每年要回饋給財政部 然後辦理這個社會福利之用 那基本上他是沒有法律授權的規定 所以那我們是基於說 他我們當初要求發行機構回饋給我們財政部 來辦理社福的一個這個宗旨呢 然後用行政規則來處理他的一個相當的作業還有運用的方式 我現在具體的問嘛 把回饋金的部分納入具體的法規範當中 財政部的意見是什麼 認為沒有必要 我們還是目前用行政規則便宜行事就可以了 跟委員報告我們現在這個回饋金 我們基本上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最主要用在這個像社會福利的地方 你不用跟我講用在哪裡啦 我通通都知道啦 請你們針對問題回答 因為每次質詢的時間很短 他問你們A問題全部扯到其他的地方去 是 這個委員剛才的建議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我們再來研究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今天來把它法制化 所以你也贊成法制化的方向嘛 我們 好我給你時間齁 今天你們已經具體承諾齁 贊成法制化的方向 我為什麼會講這件事情啊是 你們就淫餘的部分 公益彩券發行條例下面 你們有設獨立的建立委員會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法制化已經處理了 我現在的問題是 針對回饋金的部分 為什麼沒有監督監禮的機制 剛剛你也贊同我剛剛所提出來的建議嘛 所以應該要往法制化的方向去邁進 我給你們時間 來第二個 你們到目前為止齁 所針對於回饋金的部分 你們所補助的各個項目 裡面有沒有針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 跟保障 你們有盛福 有弱勢 這個我都贊成 我也都支持 我具體的問就是 針對會去買採券的那些消費者的權益 的具體保障 你們目前的回饋金機制裡面 分配了多少錢或者是 回饋金 去做這方面的事情 跟委員報 目前是沒有 零嘛 答案是零嘛 那為什麼會具體的問這個問題 我再一次的告訴你們 你們在2012年 委託劉戴陽 所做的研究報告 採券發行機構 對經銷商與消費者權益保障 之責任分析 那在這個報告裡面 非常具體的建議你們 針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 必須要納入 在回饋金裡面 你們要處理的範圍 結果你們到現在做事裡 那我現在的問題就很 很具體啊 我想正是您是學者出身 我講的你應該會比較了解 我們行政機關 花了一大筆錢 找了學者去做研究報告 那學者做出來的政策分析 行政機關要採或不採 要有個基本的態度 如果今天花這個錢 給學者做這個政策報告 是做完了以後 我們就把它丟在旁邊 訴諸高格 那我問的一個基本的問題是 我們當初花這些錢 去做這些研究報告要幹什麼 跟沒有花這個錢 做這個研究報告的結果 不是一樣嗎 那這個報告已經給你們 這麼清楚的政策建議 那你現在只要回答我說 這個政策報告裡面 他所建議的 針對有關的回饋金 去買採券的這些消費者的權益 應該要納入保護這件事情 你們贊成不贊成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第一個那個報告我沒有看過 但是我想從比較正面的態度去看 應該可以去考慮 把這一方面納入相關的 市長您剛剛上任 我不會苛責您 請負責的同仁上來 跟委員報告 這一部分其實當時是 可能有特殊的考慮了 不過我們今天為了這個建議 我覺得是非常合理 我們在將來在這個相關的要點裡面 沒有關係 所以第二個承諾 消費者權益保護 以後會納入 幫你們在法制化以後 把它納進來 因為在這個回饋金裡面 你們要去保護這些弱勢的經銷商 去賣採券的 我全部都贊成 幫他們保保險 我也都贊成 因為他們這個行業 的確有一些風險存在 這個我通通都贊成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希望財政部 在合這些研究計畫的時候 不是閉著眼睛合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花了一筆錢 做這個研究計畫 結果有具體的政策建議 然後好像是狗廢火車丟在旁邊 那我一開始就不要花這個錢就好啦 我花這個錢的意義在哪裡 這個不是國家資源 毫無效率的浪費嗎 下一個問題 這一次就有關於台灣採券 在100 是不是104年的時候 得標的是哪一家 中國信託 中國信託 所以是中國信託嗎 對 那 中國信託可以跟你們申請 就採券經銷商 儲蓄保險 即轉業輔導方案 所以中國信託他既發行 他也是一個申請補助的單位 也就是他自己的錢啊 先拿來繳回饋金 然後繳了回饋金以後 他自己再當申請補助的申請人 等於是這個錢 他右手拿出去 左手又再拿回來 這個機制怎麼設計的 我實在看不懂 目前是這樣 這個有分配 我們分配到財政部 大概一年大概一億了 那一億其中我們有一部分 就要做這一個 就是做這個轉業的方案 跟補助的方案 那為什麼申請人是中國信託 這個因為他是主辦行啊 所以等於是說 你們等於是一個行政委辦的性質 就是說 要去做這樣子的儲蓄保險的計畫 那等於是 雖然他右手拿了回饋金給國庫 那國庫再撥一點給中國信託 主要就是要讓他們去辦保險 最後實際上面的受益人 還是那一些賣財券的人嗎 所以我們以最終受益人的角度來看是 還是那些實際上面需要被保護的人受保護嗎 是 但是基本上我們財政部會監管這一塊 這個我相信啊 那第二個我看不懂的 我是要跟你們請教一下 就是 你們在辦這個保險的招標 你看 招標的單位是 台灣採券股份有限公司 得標的單位 是 中國信託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那這兩個公司全部都是 中國信託金控百分之百持有的公司 那怎麼會招標的人 跟得標的人 是同一家母公司的兩個子公司 那辦這個招標要幹嘛 這個當時 當時在這個 經銷商的這個 領選的過程 我們是根據政府採購法的規定來處理的 所以當時 你們一定是按照政府採購法 這個我相信嘛 但是政府採購法現在 整個機制的設計 你是用最有力標欸 一個招標的單位 跟一個決標的單位 同屬於一家金控公司 這個 這個是什麼招標啊 可以請你解釋一下嗎 是這樣子 當時我們招標是針對招標的主體 比如說 像當時有兩家是投標的 一個就是一個台新 另外一家就是中國信託 沒有啦 那個是發行機構 發行機構 現在我在講的是說 你們財政部 不是撥了一筆錢 要幫那些弱勢的人去辦保險嗎 那你告訴我說 啊 申請的人是台灣彩券公司 那因為什麼 啊 因為他是發行 這個彩券的發行行 這個我接受了 好 現在這個發行彩券的發行行 接下來要幫這些人辦保險了 那為什麼他們是 決定要去辦招標的機關 結果最後決標的是 這一家公司 同屬於金控的一家人獸保險公司 這是我的問題啊 是全台灣 只有中國信託人獸保險 在辦這個保險 還是有其他的保險公司在辦保險 那為什麼 剛好就是中國信託 這一個申請方 他最後得標 這個是我的問題啊 據我了解啦 就跟委員報告 當時那個參與投標的 就只有中國人所一家 就只有一家 來看一下齁 你們這是用最有力標嘛 來看一下 你們這個評選委員 台灣彩券公司總經理 台灣彩券公司副總經理 台灣彩券電腦型處長 台灣彩券營銷處副處長 還有中國信託資深副總經理 你們的評選委員 剛好也是得標廠商 他子公司在下面任職的人 這個是什麼採購程序啊 我真的完全看不懂 基本的利益迴避都不用顧嗎 你們可不可以把這個標案 從頭到尾 整個評選的作業到底是怎麼做的 把當初的資料送一份來給我 好 那跟委員報 我想我們就把書面資料補充給委員 好 謝謝 好 謝謝洪湖艙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賴世保委員